欢迎订阅黄家理财 今天的主题是UST崩盘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TERRA本身是什么情况 如果把TERRA当成美联储 那么UST就是美元 而LUNA就承担了部分储备黄金的作用 UST是韩国区块链项目TERRA链上发行的一种去中心化的算法稳定币 与美元挂钩 TERRA公链的代币是LUNA 为了促进UST的应用 TERRA链上推出了借贷协议Anchor 承诺了20%的超高活期存款 而正是这样的设置反而成为UST的隐患 因为Anchor的借款利息收入远无法覆盖高昂的存款利息支出 普遍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这一名词员自于一个意大利骗子查尔斯 庞氏Charles Ponzi的骗局向投资者介绍并成落风险小雀 伴随超高回报率的投资机会 以吸引梦想一夜暴富又不懂得如何分辨真假的普通民众参与 该计划并不是通过投资来产生回报 而是通过不断吸收新的投资者或说服现有参与者 投入更多现金来场还现有回报 以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骗取金额 一旦没有更多新的资金流入 该计划就会崩塌 而欺诈者则席卷受害人的全部或大部分资金跑路 不懂大家还记不记得大马的李宗盛如何解救普通人 以下就是UST崩盘的始末 5月8日 一早开始不断有大额UST被抛售 LUNA跌破65美元 UST也一度跌到0.98美元 出现弱脱毛问题 但Terra创始人Ducuan在社交媒体上霸气回应称 脱毛问题已经被讨论无数次了 无需理会 不久后 UST被拉回到水位线附近 但始终莫有回到1美元锚定 5月9日市场恐慌依旧 为了进一步挽救UST的抛压 LUNA Foundation Guard LFG持续行动以缓解市场围绕UST的担忧 5月10日早晨 Jump Trading和LFG可能是意识到问题不太对劲 不再出售比特币储蓄以保护锚定 任凭事态恶化 UST一路暴跌 目前价格0.18美元 目前LUNA价格0.004 对于高点来说 已经无限接近于归零了 推特也有一位币圈名人 透露崩潭是被设计的 过程如下 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 那我就直接帮大家翻译好了 全世界最大的机构 BlackRock跟Citadel 他们借了10万颗的比特币 跟这个Gemini的交易所 借了10万颗比特币 那其中的25000颗呢 是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 慢慢的转往UST 那这些都是为他们的这个攻击做准备 然后当这个时间对的时候呢 他们就打给这个 USC Terra的CEO Doe Kwan 那之前Doe Kwan就有告诉大家 那他是要购买10万Billion等值的比特币 所以呢他们就联系了Doe Kwan 跟他说他们有很多的比特币要卖 但是出于不想影响价钱 他们建议他们就是 over the counter trade 就是在这个OTC市场的交易 那他们用这个卖这个BTC 换这个UST 那希望Doe Kwan给他们一些折扣 那Doe Kwan呢就 took the bait 就是他上钩了 所以Doe Kwan就用很多的UST 买了这一批比特币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BlackRock跟Citadel 同时把他们所有持有的比特币 跟他们的UST一起卖掉了 那这件事呢就造成一个连锁效应 那这个双重大量出货的这个行为 发生了之后呢 就造成比特币的价钱暴跌了一波 然后也给这个UST的liquidity 就是他的这个流动性 制造了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真正问题是BlackRock跟Citadel知道 这个Anchor Protocol 给这个20%UST的利息呢 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sustain的 如果有这个流动性的问题 那他们这个系统整个就会collapse 就整个就会崩溃掉 所以在他们这个甩卖掉 他们的BTC跟UST之后呢 就制造了恐慌 那大家就会想把UST 从这个Anchor Protocol中拿出来 那对这个Lunar币 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如果你不知道Lunar币 跟这个UST的关系 我昨天有做一期影片 那你可以点上面的连结 可以去了解一下 只要看前面三分钟就可以了 那当这个Lunar币也暴跌的时候呢 那就会造成USD维持一块这个系统 崩溃掉 然后最后BlackRock跟Citadel 就可以用很便宜的价钱 买回他们借来的比特币 然后还给Gemini这个交易所 那在这一波稍操作之后呢 就会超过10几B的做多做空的交易者被保藏了 不管是被设计还是币圈的无间道戏码 各位散户投机或投资都必须量力而为 做好避险措施才是笔才知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按赞分享 来鼓励我为你提供更多的投资咨询 要懂得钱为你工作 而不是你为钱工作 请按赞订阅 Option